贝尔福宣言一百周年 英国女王献身约旦和西岸 薄利恒 但仔细一看 发现事有蹊跷 焚烧象征英国的海报 当地人卫装成女王 哗众取宠 为什么百年前的文件 造成如此负面反应 一百年前 时任英国外务大臣贝尔福 致信给在英国的犹太人领袖 表示大英帝国赞成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 十九世纪末 欧洲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 犹太人推动习安主义 提倡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 并向各大强国请求认同 二十世纪初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同盟国与协约国都意识到 习安主义者在各地的影响力 为了让犹太人金援协约国 英国表示支持习安主义 意志对立同盟国 与犹太人之间的议和 但是宣言却忽略当地多数民族 穆斯林与基督徒 1948年英国政府 结束统治巴勒斯坦 以色列发表独立宣言 数十万巴勒斯坦人 被逐出家园 以巴之间的冲突 到现在都还没有尘埃落定 面对充满争议的宣言 英国外长强增态度强硬 表示与以色列友好 并没有冲突性 英国以建立以色列为荣 双方各有立场 巴勒斯坦地区短时内 不会看到和平的影子 大爱新闻抽虫欲变异